哈喽 大家好 今天说一下固态硬盘如何选择 闪存颗粒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固态的寿命 对固态性能影响也很大 目前的颗粒分为SLC MLC TLC QLC 主流的是TLC T就是Truple S是Single TLC就是一个颗粒底存三种数据 M就是两个 SLC就是一个颗粒底存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大致这么低解 主流的颗粒品台有三星凯霞美光海力四和长江存储 GZE420固态推荐有自态7100国产固态原厂颗粒 非常没有缓存但也很强 它的ET版本标称是7000兆写是6000兆 使用的是连云的主控 长江3D TLC的颗粒 8热相对低笔记本可以用 网外读写有750兆每秒以上 1T实际容量953G左右 高价位的PCIe有海力四的P44 Pro 各方面都不差 能和990 Pro的 有独立外环 还是海力四自家的 最厉害的它是750TBW 一加是600TBW 网外是2000兆每秒 这个排成的是海力四旗下的 三星990 Pro曾经有掉健康度问题 据说更新估价就能解决 略这个问题依然算不差吗 990 Pro标称7450兆每秒的毒 写是6900兆 我独立外环 用三星自然的主控 压三星176层的TLC颗粒 网外速度1500兆 记载3.0 凯霞RC20 入门级 NVMe无态 凯霞原厂颗粒 500G1T版的读取速度都是 2100兆每秒 写是1700兆 采用112层TLC颗粒 我推荐笔记本用 发着量有点大 1T实际容量有932G左右 闪迪至尊版 实际就是 WG蓝盘SN570 闪迪至尊高速1T版 读取速度3500兆 写入速度3000兆 采用闪迪的主控 96层TLC颗粒 罚的量小 适合笔记本电脑上用 1T的实际容量931G左右 自质 iPlus 5000 国产固态 1T版读取速度3500兆每秒 写入速度3100兆每秒 打用长江TLC颗粒 发着量比PC005更小 而且是单面颗粒 而且在笔记本上用 三星970 EVO Plus 1T版本 读写速度3500兆每秒 写入速度3300兆 打用7LC颗粒 1T实际容量931G左右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